又比較靈靜 你覺得有什麼壞處呢? 你想我說老實 你想說不定呢? 我想 老實說 這款車是不認識的 為什麼呢? 你看不到你後面的箱子 行李箱 是呀 說了很小 是嗎? 如果老實說 你出去找食的話 你多幾個行李都擠不到 是不是? 你那個司機的接受程度 你最簡單的士是否每天都要去吃結 兩輛車都出結 如果我買個水桶之後 還可以買到什麼? 另外師傅說前面 他看到前面再來 那個司機對我來說 不是很大的問題 對我來說 可能我們是習慣的 但現實有些司機是真的 因為他習慣的感覺 他看到那條 把握的車頭 可以達到距離 這些就是 有時候這件事 就是一人之二 即是他的憂慮是對的 我告訴你 如果這輛車的續航 那個駕駛距離 即是可能 尾箱更重要的 那個續航距離 是不是? 不是 那個續航也是一個問題 但是那個尾箱是 的士司機生存的 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很大的要素 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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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司機生存一件事 是很大的要素 知道嗎? 喂 我駕駛駛出去 現在通常 現在多數都是酒店、機場的 多少少東西 我駛不到的話 那我 對我的收入是否應有 不是嗎? 續航也是一個問題 但是為了環境 為了環境的進步 是應該的 這件事 明白嗎? 是應該的 用電動車 我覺得是 這個是大趨勢來的 也是應該做的 這件事 大家都應該 用什麼 但是 你要明白一件事 那個司機 是要付出租金的 明白嗎? 他同樣 沒有得選擇 沒有得說 有得選擇的時間 即是反過來 那你想每天 賺多一點鹽巴 還是想賺少一點鹽巴 是不是? 就是這樣 有得選擇的時間 好 有得選擇的時間 這件事 暫時搭不到 因為這裏 我今天是第一次來駕 都沒有這個斜路被我吃到 是嗎? 有什麼樣子 就是 開來講 就告訴你 是舒服 那些 就是那樣 說那樣 是嗎? 因為我還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 公司加不加聽 或者是加不加聽 沒有 不過充電設備 是跟其他車輛不同的 有同家的 對 我好不接受這個 即是只是DYD的 那沒有用的 我大哥 我去到第二個停車場 我有得充 我都還有得充 你為什麼要這樣 即是好像現在的電話都 全部 一個充口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其實他給阿迪那個營業方 那針針針能力很重的 我敢說這句 我去附近酒樓吃飯 我放下去 我充完 我給錢而已 對不對? 你不用叫我柴灣回去西環 現在很多都有充電的 我覺得這個是很失敗的 表面上就很好 維護他自己的可能性 10架車 5架車位 很好 但是當有5架充機 我第6架回來 他充2個小時 我等完2個充 我再充2個小時 喂 4個小時了 哥哥仔 那我那裏要不要開工 下午那個 熱接加工 那裏要不要開工 要是你告訴我 一定是一架車配一個車位 一個充電位 那又不一樣 那我那些問題 你們的老闆 心難未 我經常說那句 你凡是不會做一樣東西之前 你找些的士司機 做個實質的嗎 不要要聽些 只是有個搶字 不反映負面問題 司機來講話才行 我知道我講的說話 可能我老闆不喜歡聽 比阿弟不喜歡聽 森南美不喜歡聽 你為什麼不用所有 都會用車一樣的 插頭一樣 很多停車場都有 表面上好像很為我著想 一個車位現在讓我回去充 但是你要做一件事 我都說做私家車不能談 他應該就是市場 不是放到的士那裏 應該放到私家車那裏 我幫你在家裏 私家車十居期 五 不要說十居期 九 自己都有車位 對吧 你幫他裝個家 他不知道多開心 又不用出去 但是你做營業車 你做的士 又是另一個範疇 另一個什麼 我剛剛 你不要說我 你不要說我 他還不適合聽的說話 現在市面上 租在豐田 七百至八百元車租 這輛車 如果拿出去要租給人 我是夠膽 對八百元都沒有人租的 以目前這樣來講 就是我所說的缺點來講 就是我所說的缺點來講 就是你問我 你八百元租給我 我一定不會租 雖然我可以欺負二百幾三百元 起錢一天 但我一定不會租 但是他差人一次電 夠不夠你們一間用 就是不夠 如果用完了 走得少有 普通就勉強可以夠 明白嗎 普通就勉強可以夠 二百公里的路 二百五那些到時候 你走得好可以走到三百 走得好的定義 是很難講的 就像我這樣駕駛 就行了 慢慢來 不帶腳 有些趕時間賺錢 那些衝過去才撞 那些走不了的 對吧 一天你要最少抄兩次 是不是 抄兩次電 是不是 還有 我晚上下班 我不是住在那個 那個餐廳站附近的 我放下車 又要搭車回家 我早更要搭車 來拿 那你很多司機可不可以接受 優點就好 好駕駛 舒服 我告訴你 但是 這個設計 在香港使命中的士 是一定失敗的 我說的 不改線是一定失敗的 好啊 那個 行李箱又夠闊 又死 因為現在老實說 我們譬如這樣再 現在 你知香港很多遊客 很多是商業性的人 講講 廚酒店 機場 碼頭 很多旅遊 結結行李 那個行李箱又高 又小 現在 實力為何這樣失敗呢 我有一件事可以講 實力為何給你 歡迎 他這麼多年來 那個行李箱不改線 那個車路不改線 我們那些坐下去 頂的 頂頂的 有些高 我們高一點的那些司機 是坐下去 駕駛不到的 那個行李箱又永遠都還是這樣 要爆高然後擠下去 現在 你跟我說 你走到街上看看 有幾多個年輕人開的士 全部都是好像我們那些半腿 老人家 因為找不到吃 你叫我搬幾次 怎麼搬啊 但是那些乘客不會理你的 乘客就好像馮子的 要你跟他搬的 這個是 社會上很實質的問題 你現在不要說什麼 你走到街上有幾多個 二、三十歲的的士 為什麼 找不到吃 那你還要他這樣做 我還沒錢租一輛車 我為什麼租一輛車 要這麼煩我 要這麼吃 對不對 是要從很實質的問題 你本來你一定要從的士司機 為什麼 你這輛車怎樣都好 最大的問題 一定是那個使用者 明白嗎 和乘客接受 你車主 無所謂的 你一定會 我收多些租 我接受 你接受是沒有用的 明白嗎 我要 我給錢 租那個 我找到石 我接受才有用的 為什麼 實力 失敗了這麼多年 連車都回不了身呢 他就是不肯 改進他的設計而已 好嗎 好 好